郵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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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感 人們經過無數無數的思考 都回到第一個想法 可能有一個美傳 有一個最普通的想法 但亦有些個案是掌握到最後的秒鐘 堅持到最後的秒鐘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我是Stanley Wong 三十多年的工作經驗 開始是做商業創作 由2001年開始就做個人創作 在我口中我不會叫自己做藝術家 我做個人創作 那些不是一個人的項目 不是一個商業的目標 那是我自己的目標 我創作都是想傳遞一個信息 那我就溝通人 有一個想法去組織正式影響 我通常都圓著一個題目 不是關我事 是關大家事 就不是我單向 你感受我感受 從很小的個人很自己的情況 那種出發不是我 十下十下 真的沒有意識 沒有想過創作 直到有一次有個雜誌叫我 你開個專欄定期分享一下創意吧 其實我心目中都想認真和這些垃圾互動 那不如就是這個機會 每個星期攤垃圾出來 當然這個感受是一個溝通的起點 一個談論 就是這樣 我在維園附近上班 秋天很多黃色的葉落下來 撿了黃色的葉 拿回公司 蓋上它 放在旁邊 突然有一天 我就應該認真拍回它 記錄回去 打回去 已經枯煙到 我就是那種小孩 其實最後就是 你的意念沒有好好掌握 其實就會錯失 紙杯膠樽 眾類尋他 就挑選了這個沒有東西的膠樽 和沒有東西的紙杯 擺來擺去 擺了很久 因為它太過minimal 就不知為何 將這個杯和膠樽 推到現在這個位 幾次眼燈 很多時候 靚和不靚其實很主觀 尾其實應該從內心看 不應該從內表達 從物件或陌生的東西 都應該給一個空間 或者讓任何人 包容任何人 用任何方法 去有多層的閱讀它 身為創作人 究竟你選擇什麼 看什麼看不到 什麼關心 想看 我想這個見證是關鍵的 用心去見證 然後你透過你的手段去表述 是一個導讀 我認為 你這個手段 怎樣去導讀 你心目中想表述那件事 那就是創作人的一個能力 或者一個技巧 引伸下去就是 那個導讀的話題 是不是你設定 從心出發 我起碼是透徹的 觀賞的人 和你互動的人 不要有一個聯繫 或者是共鳴 我相信能夠感受得到 都沒有